好 再来看到这是高雄县的一大新路 被人发现有一名机车车司机 陈诗在车内就停在路边停车阁 而警方到场摊业尸铁之后发现 这死者右耳后方有两道 疑似遭到钝气打伤的伤痕 这伤口呢 伸打颈动脉流血过多致死 因为他身上的金钱没有短少 怀疑是不是害人发生纠纷 遭到杀害 拖掉车把男子陈诗的计程车 拖回警察局见识小组里里外外仔细勘察 陈诗在计程车内的是 今年44岁的李姓男子 典方验尸后发现 死者右耳后方有两道 伸打颈动脉的伤口 就是导致男子死亡的致命伤 死者右耳后面有两个伤口 伤及颈动脉流血过多死亡 那现场没有打多的痕迹 那我们目前还是朝这个 他杀的这个案件 我们来主动来侦办 目前民众是在一号上午十点左右 在高雄县一大西路 发现这辆计程车 停放在两个停车阁中间 停放位置诡异 向前一看赫然发现 驾驶座的男子已经死亡 赶紧报警 他有两个停车阁嘛 就停在中间 停车阁的中间这样 站在两个位置就对 对对对 所以我那时候 我说奇怪 怎么会有人计程车这样子 死者妻子是长庚医院的护士 和两名小孩住在长庚宿舍 他说前一天晚上八点 先生打电话回家 说要去骑山带客人 之后就音讯全无 由于死者身上的金钱 没有短小 怀疑计程车司机 可能和人发生纠纷遭杀害 目前警方正在清查 死者交往对象厘清案情 周天新闻 陈古名包经营 SNG小组高雄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